当一星和二星呼唤蟑螂小弟 打下了巴克斯二号 小丁和提姆以及张敏命 驳回飞船的时候 飞船里就只剩下了一群疯狂的蟑螂 戴维斯舰长和维多利亚已经死去 指尖一郎也倒在地上生死不知 但让提姆没想到的是 当小丁追踪着一星离开 张敏命就瞬间被二星干掉了 自己也被二星一脚踢到墙上 结果一口鲜血 就唤醒了早已死透的指尖一郎 失眠遥已的夹死能力 确实能够瞒天过海 现在两人并肩作战 为了活下去都只能拼命了 小丁跟着一星到了一个房间 发现一星竟然想把秋田的尸体带走 这直接戳中了小丁的软肋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秋田就是小丁的全部 还是在日本的时候 他们曾经找到过一处乡下的老宅子 那里远离城市 周围都是山河野鸡野草 因为租金很低 于是小丁就自作乳章地租了下来 他告诉秋田 这里虽然距离电车站和公交站都很远 出现很不方便 但是他依然觉得 这里会是秋田喜欢的地方 因为只要到了春天 这里漫山遍野的樱花都会盛开 樱花树会组成一道拱门 走在路上仿佛会生灵童话世界 小丁一直想等火星任务完成后 他们两人就在那里隐居 秋田被小丁描绘的美好未来感染了 然而没想到 这一切只是幻想 秋田已经注定无法活着回到地球 此时小丁看着手中的丝线 那是从秋田手上 一直不断延伸到自己手上的 因为秋田的巴克斯手术是加残 所以他有吐丝的能力 虽然秋田已经死了 这一点小丁和戴维斯舰长 已经反复确认过 但昆虫的细胞在脑死亡后 依然可以继续一部分活动 有的身体不仅能动 甚至还可以连续释放菲罗蒙 所以秋田的人虽然真的死了 但他体内的细胞还在活动 再不断地呼唤小丁也说不定了 就像当年他被肌肤摧残的时候一样 因此小丁见到这一幕 几乎头脑爆炸 想也没想 就挡在了一星面前 让一星放开他 话音未落 小丁就已经冲上去 抓过一星的头 将他按在自己面前 小丁用手紧紧抓住一星的耳朵 把他的头强远地扯向一边 一星的身体 因此不得不跟着偏向一侧 小丁趁此机会 伸手一捞接住了秋田的身体 然后躬身将秋田紧紧过在身前 他亮出了自己的毒针 用尽全力刺向自己面前的一星 可一星同龄般的眼睛 紧紧盯着小丁的一举一动 眼看小丁的拳头砸过来 一星侧头躲开 动作敏捷脚健的 如同一个习武多年的武术大师 要知道 他现在才刚出生几分钟吧 地球上 本多博士对古斯塔夫很不满 他焦急地控制着手里的面板 质问古斯塔夫 你还以为他们能把这些火星一种 全部歼灭吗 别白日做梦了 战斗根本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他们面对的 可是身体素质超强 且有强大学习和进化能力的 火星蟑螂啊 对此古斯塔夫自然知道 他只是想更多看一看 蟑螂和小丁他们的战斗 这让本多话更加不满 觉得美国佬的优越感越来越强了 总是自以为是 可日本不会老跟在你们后面 当一条硬生虫 我没有自己的想法 这些战事 就代表着日本精神 然而这里也是想说 古斯塔夫并不是美国人吧 而古斯塔夫对本多的话也并不在意 他认为现在的火星蟑螂拥有的 是和神一样的身体才对 从拉哈勃在地球扎根的那一刻起 即使环境变迁 斗转星移 即使姿态形状也都随之改变 两个种族间的战斗 也是不会结束的 这就是蟑螂和人类的宿命 提姆和之间一郎已经精疲力尽 可两人却不肯认输 想要战胜这些蟑螂 他们必须突破身体的极限 那就是拼命注射 连续注射 当大量的药剂进入身体 他们的外形就越来越像虫子 提姆的眼睛突然耍白 后背甚至生出了巨大的翅膀 那翅膀又黑又长 正是沙漠飞黄的样子 这时身后的蟑螂 还不知道面前的男人已经暴躁 他正想敲咪咪的偷袭提姆 却被提姆一个手刀给砍成两段 这地球让最功劳的骇虫终于觉醒了 沙漠飞黄会因为 生活环境的食物匮乏 大规模聚集 并变成翅膀很长 体色有黑的群居型昆虫 而获得飞行能力的群居型蝗虫们 会变得特别凶猛 不管是草还是人类的粮食 只要飞黄过境 周围就寸草不生 各地自古以来的文献记载 与冰雹和异冰并列的天灾 就是沙漠飞黄 眼下本能觉醒的提姆 既有狂暴模式 举手投足都有强大的杀伤力 他本身就学过泰拳 再加上沙漠飞黄的强大肌肉力量 只要有蟑螂敢靠过来 就能让他们断手断脚 有来无回 一只蟑螂不知死活冲下来 还想正面迎击 提姆抬脚轻轻搭在蟑螂肩膀 蟑螂就浑身动弹不得了 随后提姆一下撞在了 这蟑螂的下巴上 蟑螂的下巴完好无损 结果脑子居然暴裂开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隔山打牛嘛 此时只见提姆如一阵风扶过 身后的蟑螂就全都断胳膊断腿 纷纷伸手一触了 面对着一地蟑螂的吃块残骸 提姆终于有时间休息一下 他归躁带地 口吐鲜血 在这激烈的战斗中 提姆自然受了很严重的内伤 更何况还注射了那么多药剂啊 特长居然就是相扑 只见他抬手推倒二星 再抬腿压在二星身上 二星一下动腾不得 小丁小吉正在跟一星硬拼 大翠风的毒针 对于蟑螂来说有很大的杀伤力 所以一星对小丁十分忌惮 他双手抓住小丁的毒针 双方互相较劲进行极限拉扯 最终还是一星大地更胜一重 直接将小丁的毒针掰断 剧烈的疼痛 让小丁身体不住的颤抖 按照之前古斯塔夫的调论 人类应该无论如何 都无法站上蟑螂如神一样完美的身体 可是人的意志是强大的 正因为有这些意志强大的战士 才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定胜天的奇迹 只见一郎双手捏在二星那张 令人作呕的脸上 拼命用力想将二星的脑袋弄碎 不要把那张恶心的脸摆在我面前哪 只见一郎一边怒吼一边用力 最终狠狠将二星的脑袋掰向一边 并重重砸在地上 没想到二星的脑袋就直接被掰断了 把地面都砸出了一个坑 另一边的提姆终于艰难地爬了起来 他每一次呼吸 都感觉像钢针刺穿肺部一样 想必是刚才被踢飞的时候内脏受伤了 他看向不远处作战的只见一郎 突然发现一个黑影 在一郎身边冒了头 在所有人都来不及反应的时候 黑影快速伸出手来 直击只见一郎的颈骨 竟是脖子被掰断的二星 但那有力的大手紧紧抓着一郎的脖子 一郎被掐得眼睛外秃 脸色轻死 一开始手还想用力地抓住二星的手 可渐渐地 那手边的无力 软绵绵地垂了下去 提姆冲上去 想救一郎 却又被诡异的二星一脚踢中胸部 把提姆踢得撞在墙上 原本就受伤的内脏 更是雪上加霜 可眼下情况 他根本顾不得自己的伤势 抓起地上张明的镰刀随手一挥 就将二星的一只胳膊砍断了 这下二星就算不死 也无法再掐着直见一郎了 与此同时 直见一郎拿出手枪 一声枪响之后 二星终于应声而倒 此时小丁也一拳 将一星砸飞在墙上 他抱着秋田的遗体 走回船舱 看着满目疮痍的船舱 和伤痕累累的伙伴 无奈地沉没了一顺 撤退吧一郎 要把全部的蟑螂 和那些蟑螂卵都破坏 目前还是不可能的 只见一郎也觉得 小丁说得很对 巴克斯系列宇宙飞船里 都有可以飞向地球的 小型球形逃生舱 巴克斯一号就是用那个 把火星一种的头 送回地球的 只是那个逃生舱 应该只能容纳两个人乘坐 小丁吃了一惊 你是说两个人吗 他环顾四周 就看到了坐在墙边的提姆 他满身嗜血的艰难的喘吸着 手还捂着胸口 看样子十分难受 更重要的是 那张量已经严重变形 显然是注射了太多剂量的药剂 导致人体已经深度重化 已经无法变回人类本来的模样了 虽然巴克斯手术 能防止昆虫DNA被人体拒绝 可过多的注射变身药剂 就会使身体内的平衡崩溃 导致身体接近昆虫 并对人体的免疫系统不断造成攻击 直到个体死亡为止 小丁忽然十分赶伤 然而之间一郎知道 如果提姆要是不注射那么多药剂 就根本打不过那么多蟑螂 说不定一上场就被打死了 副舰长不就是瞬间就被杀了吗 所以用药过量也只是无奈之举 其实之间一郎也注射了许多药剂 只是却只有提姆彻底失控了 小丁十分痛苦地看着提姆 为什么这样做 和肾脏都遭到重创 现在几乎已经失去作用 既然已经活不下去了 自己就没必要再占用 一个逃生丧的位置返回地球了 他让小丁别在意 并催促小丁赶紧离开火星 对于提姆来说 来到火星的时候就没啥明确目标 也没想好回去以后要做什么 就算死在火星上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提姆说着眼前一片模糊 一个小女孩的脸出现在了自己面前 那是提姆青梅竹马的女孩 提姆亲眼看着她被带上车 据说要送到大城市去工作 女孩满脸笑意地跟提姆挥手告别 可提姆很快就意识到不对劲了 那么小的小女孩 能去城市做什么工作呢 她最后也找机会去了大城市 挨个地方去找她 却没有人见过她 大家都说不会雇佣这样一个小女孩打工的 好在最后一个店的老板 给提姆提供了一条线索 前不久色情街那边 正好处理掉了一个染病的女孩子 如今提姆只剩下截然一身了 回不回地球对于她来说都无所谓 在说话的时候 提姆的脸一点点改变着 她的脸上逐渐消失 提姆绝望地告诉两人 无论是小丁 还是曾一度背叛大家的质见一郎 比起自己这个像昆虫一样冷血的家伙 都好太多了 你们都有活下去的理由 可是看着这个样子的自己 提姆用那如同虫子一样的枯爪 捂住了可怕的嘴里 活下去的意志 她真的没有了呀 她真的好想成为小丁和一郎那样的一份子 可她永远都没有希望了 现在看看自己的模样 是人是从都分不清楚 连她自己都觉得自己十分恶心 小丁强忍着伤心 抓住提姆的肩膀 你这个笨蛋不要这么说自己 你怎么可能冷血呢 你是为了大家才变成这样的呀 你的眼泪是热的 血也是热的 你是我的朋友提姆 你不是恶心的虫子 而是一个英雄 小丁抱着深度重划的提姆痛哭流涕 能与你并肩作战 我感到非常荣幸 小丁哭得不能自己 然而眼泪并不能改变一切 提姆终究还是永远的留在火星了 小丁和之间一郎 进入了紧急逃生舱 尽管蟑螂将飞船围的水泄不通 看着越来越远的蟑螂与火星地表 这间一郎不由得感叹 要是能这样结束就好了 我一点也不想再见到那些家伙 回到地球的话 还是要先撑起自己的家才好呀 小丁 你有什么打算呢 小丁看着天空沉默两久 他手里还紧紧钻着一根丝线 那正是秋天留下的残丝 他最终告诉这间一郎 我会把墓都建起来 秋天和大家需要有一个魂归之所 至于坟墓的位置 小丁早就选好了 那里虽然远离市中心和电车站 但每到春天来临 倒入两方的樱花树 就会全部盛开 形成一个樱花的拱门 那个小山丘 就是小丁为秋天选择的隐居之地 想必秋天和大家一定会很喜欢的 公元2599年 火星在人调查计划 巴克斯二号计划中断 巴克斯手术成功的15名基组人员中 只有两个人生还 正是小丁小吉和智坚一郎 他们在火星上拿回了不少苔藓 古斯塔夫经过研究后发现 这并不是人类500年前送上火星的 这些是全新的苔藓物种 巴克斯二号的返回舱还带回了不少岩石 现在看来这些苔藓和石头 正是为蟑螂提供了食物和武器 可火星蟑螂拥有的远不止这些 如果下次再见到他们 他们还会给我们什么意外呢 是意识 还有祈祷吗 我是黑白 下期见